鬼涅之刃中,鬼舞是无惨,毫无疑问是最为强大的反派 他和他创造的恶鬼给予了整个世界带来了巨大的伤害 鬼杀队也就是因此而诞生 鬼杀队和无惨的千年的抗争活役当中,越来越强大 最后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无惨本应该有绝对的机会和手段灭掉鬼杀队 但是他错过了一次又一次的机会 这让很多读者表示疑惑 明明鬼有很大的优势,为何无惨不大量的增举鬼 靠数量优势来灭掉才几百人的鬼杀队呢 这要从鬼的产生开始说起 鬼舞时无惨是第一个产生的恶鬼 鬼的始祖,有着无比恐怖的强大实力 恢复能力和攻击能力都是顶尖的 是除了鬼王看制狼,毕国原意之后最为强大的人物 无惨开始也是一个普通人 后来身患绝症,一个善良的医生对他进行了医治 无惨感觉自己完全没有好转,就把医生杀了 然后他发现自己越来越强,变成了鬼王 能用自己的血将人类变成鬼 比于血量的不同鬼的实力也不同 无惨一般都生活在普通人的中间 分难可女可罗可遇,颜值堪称无敌 他是第一只鬼 后面的十二鬼月和其他恶鬼 都是他创造出来的 十二鬼月是鬼舞时无惨的十二名之主部下 为业无惨创造的所有鬼当中的景点的十二只恶鬼 是无惨走遍整个日本选中的 他们有着远超长远的能力和特质 这也让他们成为鬼后可以承受更多的无惨的血液 成长和潜力更加之大 是无惨实现自己野心的最为强大的力量 其他的鬼,基本都是无惨用来实验 或者用来帮助他寻找蓝色彼岸花而制造出来的 他们一般实力不强 甚至很多鬼连邪鬼术都没有觉醒 不过,他们也可以通过不断的吃人来变强 他们数量积数较大 也是造成绝大多数悲剧的罪魁获胜 无惨是第一只鬼 也是唯一一个又能够利用自己的血液 创造其他鬼的师徒 无惨的血量是极度恐怖的 理论上他确实可以不断的制造恶鬼 不过我们都知道他并没有这么做 无惨为何不靠大量增值鬼来灭鬼杀队 第一,鬼杀队并不弱 一般鬼作用不大 鬼杀队大本营隐藏不错 且防御完善 要相遇鬼杀队 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找到鬼杀队的本部 但是,我们知道产物负一组有非常特殊的能力 有所谓的制觉可以做到趋吉必凶 如果,不是为了开场和无惨的大决战 也许无惨可能一辈子都找不到鬼杀队的本部 而且他们的防御体系也非常完善 到处都种植了紫头花这样的鬼相当惧化的植物 不说是一般的鬼了 就算是下嫌的鬼都很难真正地做到攻入 找不到,就更不用说消灭鬼杀队了 最开始的鬼杀队成员实力确实不幸 一直是被鬼压制的 很多时候都是靠人数来消灭恶鬼 但是,继鬼杀队的出现 大大的改变了这种情况 它传授了呼吸法 让鬼杀队的整体实力得到了巨大的飞跃 尤其是其中的最强的九位见识九柱 更是实力强大 一般的恶鬼在他们眼中毫无威胁 甚至下嫌鬼他们强大的都可以做到秒杀 对于这样的强大见识 数量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第二,实力强大的十二鬼月等级的鬼 制造非常不易 古惨的血液可以改造人变成鬼 同时给予对方的血液越多 对方变成鬼后就更强 不过,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承受 产大量的血液的 只有真正天赋一笔的人才可以直接获得巨大的血量 而成为十二鬼月一般的强者 而对于鬼杀队来说 一般的鬼其实威胁真的不大 只有达到了下嫌等级的鬼才能够完胜鬼杀队普通队员 只有上嫌等级的鬼才 有能力灭杀住级别的鬼杀队员 而因为人类体制能力的问题 十二鬼月是相当难以制造的 上嫌鬼更是可以不可求 所以国产没有选择大量增值恶鬼 因为效果真的很一般 也就能够对付一般鬼杀队成员 遇到真正的助级高手 来多少都不够杀 而不消灭住级别的高手 对于鬼杀队的打击其实真的不大 正本达不到灭掉鬼杀队的成果 第三,无惨的主要目的并不是消灭鬼杀队 且他也讨厌其他同类 无惨最开始对于鬼杀队 可以说是完全不放在眼里的 他的目的一直不是消灭鬼杀队 直到被其国员一打的几十年不敢出来 才开始对鬼杀队恨之入骨 这才把消灭鬼杀队也加入到了目标之一 不过也不是他最大的目的 他最大的目的一直只有一个 但就是做出阳光成为真正完美的生物 而他为此一直都在做两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寻找蓝色彼岸花 他创造大量的乐鬼 就是用来寻找蓝色彼岸花用来完善药方 他还花费了大量的时间 添入了人类当中不要蓝方的知识 这是他最大的目的 第二件事就是制造克服阳光的鬼 他不断地制造各种类型的鬼 甚至走遍了整个国家 都是为了创造出能够克服阳光的鬼 而十二鬼月本来也是他最为看好的 可惜都没有成功 所以在你斗子克服了阳光后 他才会那么疯狂 开始地不断地寻找鬼杀队的图 开展自己的大决战 第四鬼杀队从本质上来说就不可能被消灭 恶鬼不断地施虐 受伤害的人不断地增加 对抗恶鬼的人就不断地增加 只要恶鬼不灭 或者人类不灭 鬼杀队就不可能灭 这也是鬼杀队可以不断地壮大 不断地变强 一直不灭的最为本质的原因 就算是产物负义足真的灭绝了 但人类当中也一定会出现新的领导者 带领各路强者继续对创恶鬼 所以图反面杀不了鬼杀队 就是因为他没有看出事件的本质 他不拿出消灭人类解析过来 就不可能消灭鬼杀队 鬼舞时无惨没有选择通过不断地增加弱鬼 来用数量灭绝鬼杀队 还是很正确的选择 他如果这么做了不说没有效果 对于他自己也是有很大的消耗 他虽然血液很多 不过也不是随便就可以浪费的东西 而且原因对他的伤害感应间还在 如果他消耗太大 也会压制不住自己的伤势 所以无惨选择了12回 这样的献金模式 也是为了够好的灭杀鬼杀队的主题高手 事实证明他的道路还是选择正确的 而且命运没有站在他这一边 他最终还是失败了 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阿伟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点赞关注我 爱你们